哦, 比較好, 抓緊一點啊, 抓緊登錄, 好嗎? 抓緊一點登錄 嗯 你呢? 代表朋友朋友啊, 可以, 這次什麼都可以申請啊, 都可以申請 不會, 杜寧, 真是不會的啊, 真是不會的 你沒公司嗎?杜寧, 我覺得你有公司的呀, 什麼回事啊 我覺得你是有公司的嘛, 你跟老爸不是有公司嗎? 還有沒有人抓緊一點啊, 馬上開始了, 馬上開始了 今天有點熱啊, 我們打開 大家好啊, 馬上開始啊, 馬上開始 這個, 我們今天來給大家講一下這個, 怎麼樣去申請失業保險 這個, 先講一下北卡的, 然後呢, 再講一下那個 就, 加州的, 加州的客人比較多 好, 呃, 告訴大家, 我們今天出了一個新產品啊, 這個, 給大家先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新產品呢, 是幫助大家 申請這個 三合一 啊, 用這個 EPSL 緊急待薪休假 用它來轉換成家庭和醫療 請假法案, 最後到失業保險 這三部曲 然後呢, 我們幫客人剩下二十一個州的補貼 這是我們今天 出的一個新產品啊, 這個, 等一會你會看到 我們在 各個這個群裡面會發一下啊, 所以到時候請大家 我們推廣一下, 這個新產品 三合一, 待在家裡面 半年一年不用上班, 每天都有工資啊, 每天都有工資 然後呢, 還有二十一個州, 二十一個州的免費資金 這個新產品, 主要是這兩個部分啊 那今天我們來主要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North Carolina Division of Employment Secure 點稱DES 而Employment Insurance Benefit 怎麼樣去申請失業保險啊, 失業保險 啊, 目前這個 這個 失業率很厲害的啊, 這個失業率啊, 這個 這個相當相當的嚴重啊, 我看一下啊, 這個 這個報表, 這個 啊, 各十倍 兼萬, 十萬, 十萬 Initial unemployment claim for the week ending on March 21st 有三百 二十八萬, 三百十八萬的人去申請失業保險 這個很厲害的啊, 這個很厲害的 這個我們看一下, 一九六七年到現在 哇, 這個這個這個不得了, 這個一下子這個跳下去 看到這個是全美國的一個報表 從一九六七年, 一九七零年, 七五年, 八零, 八五, 九零, 五年一次 過去都比較平穩, 這是二零二零年, 一下子跳下去了 現在我們這個 這個全美國呢, 大概申請失業保險的 三千二十倍千萬, 十萬, 三百 啊, 這是廣州有三百多萬, 啊, 加州有三百多萬 所以這個數字很驚人的, 好嗎? 數字非常非常大 那我們來看一下北卡, 這個北卡, 北卡負責 這個失業保險的這個部門, 叫DES Department Division of Employment Security 這是部門, 那個名字換了好多次了 I Employment Secure Commission, 以前叫做I Employment Secure Commission 現在又改成一個什麼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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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發了Department, North Carolina Department of Commerce 現在把這個東西發到商務部起來 以前呢, 它是一個獨立的部門, 換來換去的 這個經常這個, 這個表格我們叫做NC101 這個錢從哪裡來的呢, 請問大家 這個錢呢, 是你公司自己的公司 註冊公司以後呢, 它有一個 你收個百分之零點幾到百分之一左右的 你公司的百分之一左右 叫這個叫失業保險稅 這個是羊毛出的揚聲上 你自己一點一點交下來 不是說, 這次呢, 是聯邦政府撥了款 這次聯邦政府拿了錢 所以說呢, 這個這個這個錢 這次的渠道是比較複雜的 首先呢, 在北卡 There are three criteria that individual must meet in order to eligible for unemployment 在北卡, 必須有三個條件 好嗎? 必須有三個條件 所以暫時不用問問題啊 等一會兒我會專門留十五分鐘 給大家回答問題 現在不要問問題 現在我在講解 完了以後我會留十五分鐘的時間 和大家一起回答您的問題 哪三個條件必須要滿足呢? 在北卡申請 第一 I implore due to no fault of your own 再念一遍 I implore due to no fault of your own 就說這個失業不是由你自己的過錯到的 這個是最關鍵的一條 你想這一次是coronavirus 這個絕對不是你自覺自願性 有的這個 有的這個員工啊 這個地方打兩天工 那個地方打三天工 三天打雨兩天散完 今天不高興 跑到別的州 像我們很多紐約來的 到北卡來 打幾個月的工 差不多了, 錢夠了以後 回到紐約去混 到賭場去混 混幾個月 錢用完了以後又跑回來 你自己離職的 你申請不了 失業保險 好嗎? 這是第一條 非常關鍵啊 你自己離職以後呢 拿不到失業保險 自己離職拿不到 拿不到 必須老闆把你炒掉了以後呢 你可以去申請 總而言之一句話 大家要記住 只要不是你自己的原因 天災人禍地震 發生了肺炎 等等這些東西 你沒辦法控制的 這種情況 只可以去申請 失業保險 第二, you must be considerable monetary eligible 你必須有 增工資 你說你有手好閒 一天班都沒上 你去申請 失業保險 給不給你呢?不給 一定有勞動 一定有在那個 培卡的那個 叫做 employment security division of employment security 有記錄 以前在這家公司做過 後來又轉到另外一家公司 你不管你走到哪裡去 你的所有的工作的記錄 這個 employment security 都有記錄 所以你必須要有工作 你必須打個工 好嗎? 必須要打個工的 必須要有一定的收入 沒有收入的話 申請不了 你沒做貢獻 政府為什麼要去給你拿錢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三個條件什麼呢? you must be able available and actively looking for jobs 這個很關鍵 你不能說 我拿到失業保險了 我這個大事萬劫了 我天天待待在家裡面 喝啤酒看電視 可以嗎?不行的 你必須要努力的 在外面去找工作 這是一個條件 你每一個星期 就要向他們匯報 我今天發了兩個簡歷 昨天我去打電話 去哪個公司公司 你要把這些記錄給他看 你在努力的找工作 不是說你拿到失業保險以後 萬事大劫 現在在家裡面喝啤酒 看電視 這是不行的 這三個條件一定要記住 首先呢 失業這個不是由於你自己原因造成的 第二 你必須在以前有掙過錢的 第三 你必須 在找工作 每天都在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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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 都在找工作 也要記住 你必須要記住 你必須要記住 不一定合格 不一定合格 那哪幾個條件呢 所以今天我們主要講一下 這個 有什麼樣的收入 才能夠去申請失業保險 第二 第二 issue that affect unemployment insurance payment 有哪些因素會影響我們拿到的這個補貼的多和少呢 我們要今天過一下 第三 buying your claim for unemployment insurance payment 你要去拿錢 錢怎麼給你 第四 the level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payment and tax withholding information 這個錢啊 算你的收入的 好嗎 大家記住這個錢算收入的 這個要去交稅的 交什麼稅呢 所得稅 聯邦所得稅 周所得稅都要去交的 好嗎 到年中以後呢 這個失業保險局 要給你寄一封信 寄一個表格 這個表格叫什麼 1099 說你在過去 2020年一年 從北卡 失業保險局 一共拿了多少失業金 這個收入 要去報稅的 要交所得稅 要交聯邦所得稅 要交周所得稅 這個你不要忘了 明年報稅的時候 我忘了以後 我去年 有2萬塊錢的這個 這個失業保險 這個一定要報稅的 好嗎 不報稅 會被查稅 所以記住這個 因為像這一次的 那個什麼東西啊 那個 政府給你的那些補貼啊 什麼什麼PPP啊 什麼disaster loan 這些東西不算你的收入 這些東西不算收入 它是給你補貼 所以說你這個是不用交稅 但失業保險 所以個人的收入 一定要去報稅 OK 第一個我們來探索 Monitor eligibility to establish claim for unemployment 你需要有什麼樣的收入 才能夠有資格去申請失業保險 Every individual who filed a claim for unemployment will receive a vague transcript and monetary determination 你在這個申請的時候呢 他一定給你一個 你以前工作過的一個紀錄 就像我們的大學 讀大學的以後那個成績單一樣 在這個母母在哪裡哪裡工作過 就像一個檢定一樣 我93年來美國 93年到94年在鹽湖城 由他做這個訪問學者 完了以後我要去哪裡讀書 後來以後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把這個所有的你的工作要記錄下 其實你報稅的一個很大的目標呢 就把你這些信息導入到政府的這個 數據庫裡面去了 只要你報W2 只要你報W2的話 你又交失業保險稅以後呢 這個紀錄會存在 當地本州的數據庫裡面去 那有的人說我上半年在紐約 下半年在費城 後來又跑到北卡來上班 那我到底在哪個州申請比較划算 有兩個因素大家要決定 第一個因素呢 最近一段時間是在哪裡工作的 第二 要看在哪過去一年中 在哪一個州的收入最高 我們在這兩個因素中間要選擇 到底去哪個州申請 申請這個事業保險最划算的嗎 所以呢這個首先呢 Every individual who file a claim for implant will receive a VH transcript and monetary determination 先收到一張表格 看到你在哪裡哪裡工作過 OK Now this letter does not guarantee that you will receive unemployment benefit 這個東西呢 不一定能夠保證 你能夠拿到事業保險 這是一張記錄 你在哪裡上班都有記錄 交過什麼什麼稅 工資多少錢 他都有一親愛處 一親愛處 這個這個我們這個 我們公司呢 自己 我們自己的客戶 我們可以登陸進去 它有密碼 登陸進去一看啊 這個這個在哪裡工作 交了多少錢工資 事業保險稅交了多少錢等等 這個事業保險稅 這個東西是個變 一成不是不是一成不變 它每年都在變 這個稅在什麼情況會增加呢 你這個你把某一個員工炒掉了 這事業保險局給你調查 到底是這個員工自己離職的 還是你把他炒掉 如果他自己離職的話 那他是拿不到這個錢 如果你工作給他是available 你說他要回來這個工作繼續給他 那他自己離職以後呢 是拿不到的 但如果你把他炒掉 炒掉 那有的人說我沒有直接說把他炒掉 因為很多人我們不喜歡怎麼辦呢 有的人說我本來一天 讓他一個星期來五天上班 後來我給他一天上班 這種東西算不算 你讓他自己辭職 請問大家 如果你把他的小時撿了以後 他自己辭職以後 能不能拿到失業保險 也能拿到 也能拿到 人家每天上一個星期上五天半 但你突然改到一天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這種情況他也能拿到 也能拿到 這個 你這個小時數的減少量 超過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呢 雖然你沒有炒他 自己離職以後 你五天 我還給他五天上班 你現在只有給他一天上班 他有 像有老夏有小的 你讓他怎麼去生活呢 所以這種情況下 也能拿到失業保險 這個客人 你的員工去領失業保險 這個羊毛處在羊身上 怎麼辦呢 政府把你的失業保險 稅的稅率給你增加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後來這個錢還是老闆處理 是老闆處理 所以大家在這個 跟員工處理這個關係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 盡量不要炒魷魚好嗎 在美國 什麼東西要文件文件 你比如說這個 我不喜歡杜寧 杜寧在我公司打工 哪裡哪裡不好 我給他出一個書面的信 說杜寧你今天遲到了 這個公司規定 公司有一個員工手冊 請大家一定要 每個開公司的人 都要搞個員工手冊 這個員工手冊很關鍵 沒有員工手冊的話 容易會被律師告 懂不懂 有一個員工手冊 我規定的 比如說杜寧說 比如說我是一個餐館老闆 我說我規定 你在我這上班 你一定要穿 某一個品牌的防滑鞋 你穿別的牌子的話 滑倒了以後 對不起 公司不管你 這個員工手冊 在某種程度上 是一種 一種一個法律的一個 就是非常的一個 保護老闆的一個 一個限制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我讓你 怎麼做 你沒有這樣做 對不起 滑倒了以後 不管餐館的事情 就這麼牛 所以大家一定要 做生意的 一定要有一個 employees menu 來以後 這個 在你這找工作的時候 先填一下這個 這個application 填完以後 我們公司有一個員工手冊 一共有50頁 你去讀一下 讀完以後 在後面簽個字 就說明你 你理解 公司的政策是什麼東西 還會需要 你來遵守 我們公司的政策 我要穿 品牌子的這個 黃黃鞋 你沒有穿 對不起 現在滑倒了以後 你告不了我 因為我的員工手冊 裡面寫得很清楚 我一定要這個品牌的鞋 你沒有穿 對不起 發生事故以後 與我沒關係 所以這個 美國有養了一大批律師 這個律師一天沒事 你千萬不要把你資產放在你的名下 一定要放在公司名 你要把你的資產什麼 這種家庭店 我們做餐館 老師很喜歡用家庭店 家庭店 一告一個種 為什麼我們很多人都去註冊公司呢 不用家庭店 家庭店它的rability很大 我們很多是做餐館的 你用你自己的名字 去註冊一個個體戶 出了問題 你要吃不飽兜著走 人家一告一個種 我希望大家不要動不用去 用家庭店 告一個LC 告一個S公司 告一個C公司 你的風險會降到很低 通過這個事業保險 我們也給大家講一講 為什麼我們要去成立公司 為什麼不用家庭店 家庭店很大的rability 很大的rability 所以呢 這個這個 所以我們要去 什麼樣的收入才能夠拿到這個保險 拿到這個事業補助呢 第一 你必須要拿到一個transcript 上面記錄你在哪裡工作 第二 第二 如果你的工資收入不夠 他把你拒絕以後呢 你可以回過頭來調整一下嘛 你調整一下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了 還要誠實 一定要誠實 去修改的話 那是很費時間的 非常非常費時間 所以大家 在做這個時候 盡量讓專業人士做 如果自己英文不是很好 沒有把握的話 弄錯了以後 要去修復它 那是花很多時間 花很多時間 一旦 喪失了這個 人家對你的信任性 不信你這個人 那你就麻煩大 我們好多客人 自己在那去 不想 想省一百塊錢的服務費 自己去弄 弄半天搞不定 最後 政府來一大堆信 然後回過頭來找我們 這個時候很麻煩 要想去更正一個 這個事業的一個案例的話 你做一個新的 花五倍的時間 所以這個 大家在做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 要做 要對這個理解 要對它的正確要求 第四 This letter will also provide information How much you weekly are implemented 這個東西 這個信上面寫得很清楚 如果你現在去申請失業保險 你一個星期能拿到多少錢 它上面寫得很清楚 寫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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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 那這個失業保險 到底怎麼算的呢 你到底能拿到 How is my weekly benefit amount Determine OK 它這個呢按照 是一個星期一個星期來算 按照一個星期一個星期 這個計算呢分得很複雜的 非常複雜的 這個它有分這個 Best period Best period 多少 然後New climate effective date 這個計算呢 必須要聯繫 要兩個quarter 第四 This graphic Describe how DES establish your weekly benefit amount 這個計算呢很複雜了 啊 The triangle represent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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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 比較複雜啊 這個我們不想這個具體計算 啊 這個它怎麼算 然後我們就不去教大家了 這個這個 限制到很多數 數學的東西 啊 那 There are two requirements that will qualify the claim monitor it 啊 有兩個條件必須要買 第一 The claim must be have wages in at least two quarters on either the base or turning base 你必須在過去的兩個季度有工作 必須在過去兩個季度有工作 什麼叫兩個季度呢 啊 三個月算一個季度 一二三是一季度 二四五 啊 這個這個 一三 一二三 四五六是第二季度 OK 七八就是第三個季度 啊等等等等啊 這樣算出來了 好吧 你必須要工作兩個季度才可 第二 The claim must have at least 750 780 in one of the last two quarters 你在過去 兩個 季度中間 你的 你的 某一個季度的收入 必須要 不能低於780美金 啊 一個季度的收入不能低於780美金 換句話說 你的收入低於780美金以後 就拿不到 就拿不到了 就拿不到了 就是有規定 這是北卡的 別的州都不一樣 每個州做法都不一樣 好嗎 你在過去兩個 quarter 兩個季度中間 我再念一下 The claim must have at least 780 $780 in one of the last two quarters to establish a weekly benefit amount 以後有這樣的收入以後才能夠 有資格去申請失業保險 OK The weekly benefit amount 怎麼算出來呢 The weekly benefit amount is calculated by adding wages paid to a individual in last two complete quarter of the individual base period divided by 52 OK 52 一年是五十二個星期 and run to the next low $2 然後把他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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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nd一下 叫什麼 四十五入吧 說一個四十五 if this amount is less than fifteen dollars the individual weekly benefit amount is zero 如果這個算下來以後 你的工資呢 是低於十五塊錢的話 那你是拿不到的 拿不到的 他有計算的辦法 可以算 所以你在過去兩個季度中間 任何一個季度的最低收入 不能低於780美金 The claim must have at least 780 dollar in one of the last two quarters establish a weekly benefit The weekly benefit amount may not exceed $350 在北卡 每個星期裡 這個能拿到的錢 不能超過350美金 加州 450美金 加州450美金 那下面我們來說一下 issues that affect unemployment insurance payment 有什麼樣的因素可以影響我們能拿到多少錢 這個有哪些因素呢 一共有八個因素 八個因素可以影響你能夠拿到多少錢 哪八個因素呢 第一 DES must determine whether you made all eligibility recommend to be pai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benefit 他們 由他們來決定 你到底合不合格 第二 example of issue are your reason for being unemployed oh 你是為什麼失業 這個很關鍵 你是怎麼失業 好嗎 什麼原因 到底你失業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 你三天 打局兩天 三晚不好上班 你自己離職了以後呢 拿不到的 拿不到的 那這個老闆 對你有矛盾 不聽話 老闆說 這個把你的一小時給你從五天撿到一天 那肯定 他老闆從法律上講 不能直接把你炒掉 知道一炒掉以後 你馬上就可以去申請失業保險 你一旦申請失業保險以後呢 你的這個失業保險税率馬上涨上 所以羊毛出在羊身上 但是 這次由於肺炎的原因 這次由肺炎的原因 不會漲你這個 不會漲你這個 這個失業保險的税率 大家記住 這次屬於什麼呢 這次屬於天災人禍 屬於天災人禍 所以這次的這個 很多人在問到說 我的員工去申請失業保險 將來對我的這個稅有什麼影響 這次沒有影響 請大家記住 這次是沒有影響的 這次是沒有影響的 第三 It is important to file weekly certification for each week you wish to receive 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要去 到政府的網站裡面去提交你在找工作的一些證明 好嗎 你是在努力不斷地在尋找工作 你不能說 拿到失業保險以後 這個這個這個 又回到家什麼都不干 那不行 每個星期要主動去尋找工作 要去尋找工作 第五 這個第四 後面說了一句話 It is important to continue to file weekly certification while you claim is under review unless you are returned to a full-time war 如果你的申請出現問題以後呢 如果你的申請出現問題以後呢 在這個審查期間 你每個星期都要繼續的向州政府提供材料 你正在準備在尋找工作 你到處在找工作 到處在找工作 到處在找工作 這個一定要去做 第五個呢 When filing your weekly certification You must report any money you earn In the week It was Earn But not received OK 在這個失業期間 你說 你每收到一筆錢 你都要去匯報 或者你去把別人 去割了一個草 把別人花園裡面做了一個花園 你掙了350塊錢 但這個錢 工作做完了 但是還沒拿到這個錢 這個時候呢 也要去向政府匯報 我去 把我朋友 割了一個草地 他說要給我350米金 但是我還沒拿到錢 這個信息也要去披露一下 要告訴他 你在做一些零工 打些零散工 打些零散工 所以這個信息 要給他們提交 第六 Betting to report money earned may be considered fraud 如果你去掙了錢 沒有匯報的話 這個屬於什麼呢 Fraud 什麼叫Fraud 做假 Fraud 美國最 我們中國人 在美國最怕的一個是 Fraud Transaction 做假照 OK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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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ud 不能有Fraud 不能有做假行為 不能有做假行為 一旦有Fraud以後呢 就可以 你就有麻煩大 好嗎 不能commit any fraud OK 不能contribute any fraud 賺了錢就賺了錢 沒賺錢就沒有 一旦發現以後呢 可能要派行 你為什麼去做假文 你明明掙了錢 你拿現金 給 pay you on the table 你沒匯報 也不行了 這個政府這個這個很嚴格 一把 make a false statement or furnish inact information to obtain unemployment payment will be disqualify you from receive future unemployment payment 如果你做的假文件 或者說的一句假話的話 你將來一輩子都拿不到世界保险 如果你給你假材料的話 false fund information can result in criminal persecution and repayment of benefits through future payroll deduction 如果你做了假賬 有可能會導致一個刑事訴送 或者是把你以前拿到的錢全部退回去 什麼退呢 通過你工作單位的工資部門 把從那邊扣出來 and recovery from state or federal income tax for refund 然後呢 你在聯邦的退稅 他會給你拿走 週裡面的退稅 他也可以給你拿走 所以這個東西呢 不能作假 絕對不能作假 一點都不能作假 是什麼就是什麼 不能去作假嘛 第三呢 filing your claim for unemployment insurance payment 怎麼樣去申請 你可以在網上申請 或者打電話去申請 if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filing your unemployment insurance it will be required to create 40-digit personal ID 現在要去找到一個賬號 ok 然後有個密碼 這個密碼要記下來 非洲 who are qualified for insurance payment will serve one week period of waiting time 你申請的時候呢 有一個等等待期 這個等待期這個星期呢 是沒有工資的 不會給你發補貼的 第六 an individual will serve a non-paid wedding week each time they are reapply for ok 每申請一次 讓你等一個星期 好不好 等一星期 比如說我現在今天是4月14號 但是我已經失業了 我從4月1號開始已經失業了 那這個 如果我能拿到這個補貼的話 那什麼時候給我呢 4月7號以後 你可以倒退回去 但是呢 有一個星期要排除 要減掉一個星期 因為這個星期 屬於等待期 等待期 等待期 back day 4月1號失業 等一個星期 4月7號 4月7號完了以後 雖然我現在是4月14號申請 第七 Employer are sent a request for separation information the day after you file a claim 你這邊一申請失業保險以後呢 你老闆會收到一封信 這個信裡面要核實一下 哎 這個度你是不是失業了 真的沒工作 還假的沒工作 還要去核實一下 好不好 所以跟老闆要搞好關係 一定要跟老闆關係 你不要到時候走的時候 跟老闆關係很搞得很僵 你說你去申請完了以後 要老闆老闆點個頭才可以 確實失業了 如果老闆那邊不跟你配合的話 你也拿不到啊 所以說我們打工的 我們打工的要跟老闆搞好關係 不要把關係搞得很僵 這個我們 經常看到有些同事啊 不幹了今天不幹明天就走人 工作也不交代 這跟老闆留下一個很壞的影響 下一次人家打電話來問 哎 這個張三到你們公司工作的一段時間 表現怎麼樣 哎這個人很差 這樣會影響你將來的整個 這個熊岛工作 美國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個對我們個人的credit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走的時候我們 這個好聚好散 你說你不想在你的店裡工作了 對不起 我提前打個招呼 哎老闆我幹到下行就不幹了 因為我這個有些事情去扭文 去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有說有有聚有散 不要讓愛 今天公司一發明天 哎老闆我不幹了 不能這樣子 老闆那是這個政府來詢問 詢問詢問 這個人到底是不是不幹了 那老闆跟你不點頭的話 你也拿不到啊 所以我們一定要搞好 雇主和雇員之間的關係 因為這個這個老闆要點頭 老闆不點頭 拿不到的 好嗎 這個請大家一定要注意 OK 其他的的話 Weekly work search requirement 怎麼樣能夠 continuously 怎麼能夠不間斷地拿政府的補貼呢 Weekly work search requirement 他要求你必須每個星期去尋找工作 You must register for work at ncw ncworks.com 你必須要在這個 ncw這個找工作的這個網站上去註冊一下 Failure to register may stop your unemployment insurance payment 你要不要不要 你要不在這個網站上去註冊一下的話 他就把你的這個事業保險給你停下來 Yeah, you must be able to be able to available for work each week you wish to receiv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payment 壞句話說 你在這個在享受政府事業保護補助期間 人家叫你工作 你馬上都能工作 你不能說 哎我最近不能工作 比如說他會幫你找工作 他說哎我最近給你找了一個餐館的工作 正好這個某個餐館要招人 他說你要不要去試一下 那你說我不去 你說我有事情去不了 那對不起 那你就拿不到 所以一定要注意 You must be able to and available for work each week 人家隨叫隨到 人家比如說給你找個工作 你馬上去上班 就這麼簡單 你不能說哎我不喜歡這個工作啊 怎麼樣怎麼樣 工作太低了等等等等 這些理由都不能夠成立 這些理由都不能站不住腳的 這些理由都不能夠成立 第三 You are required to keep proof that you are looking for work each week your plan for unemployment insurance benefits 你必須要有證據來證明你到處在找工作 哎你看我今天打了幾個電話啊 今天我發了幾個簡歷啊 我今天在網站上去找工作啊 你人家要起來你再拿出個東西來 對不對 你把你說你看我手機我打這個電話我去找工作 你看我在這個網站上我把這個網站的截屏給你發 找工作的網站啊 這個我一定要有這樣的東西 好嗎一定要轉來證據 第四 You are required to keep track of the date you made contact with the employer 你哪一天跟哪一個老闆打過電話 the employee's name address or website of the employer 這個老闆這個公司叫什麼名字 地址在哪裡 他的網站是什麼東西 這些紀錄全部都要保留下來 這些紀錄要全部留下來 你看第五 You are required to make contact with two different employees on two separate days of each week 你看這個更細了 You are required to make contact with two different employees 你必須要至少要給兩個老闆打電話 OK 你的失業以後你必須每個星期呢 至少要給兩個老闆打電話再找工作 This requirement is necessary even if you have partial earnings all the way 這個失業保險這個東西呢 不光是你全部的真正的全部的失業 一點工作都沒有 你的工作小时減掉以後也可以急申請 以前我一個星期上五天 現在只上兩天 雖然我還有收入 但是呢我也可以申請失業保險 大家要搞清楚啊 你的小时數減少以後也可以申請 雖然你現在還有工作 你也可以申請 第六 If you refuse a job offer you must contact the DES and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the offer 如果你拒絕了一個offer 有人想請你做工作你拒絕以後呢 你要馬上要跟 DES對接 Ballet to do so can stop your unemployment insurance immediately 如果人家給你一個工作你沒接受 你又不去給 DES匯報 那一旦被人發現以後呢 你的這個以後的失業保險就拿不到 拿不到這個失業保險 這些因素都很怪 第七 Most individuals keep track of their work search for DES work search from which is available our website 他們有這個專門 有這樣的一個表格你要填一下 你在哪裡找到工作了呀 找到誰呀打的是打的是電話呀 這些信息我給他輸進 第八 Keep your work search after you stop filing and go back to full-time job OK 如果你停下來以後 你必須要這個 比如說你老闆現在開工了 插過開門了 那你馬上要停下來 你不能說 老闆給我在發工資 我又起拿失業保險 就不能這個這個 腳踩兩隻船好嗎 不能腳踩兩隻船 OK 這個不可以 第九 During the first few weeks of your claim you will receive later require you to participate in Meditary employment assessment interview also called EAR 人家會要教你這樣的班級 有這樣的學校 讓你去培訓怎麼樣去找工作呀 在哪裡能找到工作呀 有這樣的專門有這樣的培訓班 你要去參加啊 這個很麻煩 你看拿著它補貼以後 事情還真的不少啊 所以啊 這個一定要去主動去找工作 好嗎 這個這個 這個是關於北卡的 因為加州的以後 現在實際來不及了 所以這個 我們客人的家 這個北卡比較多一點啊 再申請 失業保險方面 哪些規定哪些政策啊 請大家這個 提問啊 現在請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問嗎 這個 這個信息呢 是 最新的啊 哦 杜琳你這一個員工只能拿一千 OK 啊可以可以幫你處理一下杜琳 沒問題啊 李娜說什麼 我填表說我不合格 我沒有自己的公司 你是打工的還是老闆 李娜 這個情況不一樣 我報應 我報應 quad tax 是 對 quad tax裡面有一個叫 NC101 那就是事業保險稅啊 那就是事業保險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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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啊 問題啊 有沒有問題啊 今天我本來還準備了加州的呢 加州的 我記得了 Lin 說什麼 1099的employees net income only have about $200 How much can the PPP estimate is that was to apply 兩千美金的這個工資呢 啊 這個 還有 1099啊 還有什麼 你把員工弄的這個 health insurance啊 還有這個 這個 州裡面的稅 把這些全部加起來以後 塵埃了 好嗎 所以啊 估計啊 令你這個東西呢 還是能拿七八千 一萬塊錢左右 啊 不光是一個工資 還有別的一些東西 李娜說自己給自己打工 意思 老闆也是員工 沒有工資 這個也可以申請的啊 也可以申請事業保險的 李娜 可以申請的啊 那也沒問題啊 那今天我們來的人挺多的啊 把我的腳座傳給你們朋友說一下啊 我免費的給大家每天 講這些東西啊 從早晨起來一直要找材料 很花時間的 好嗎 大家多給我傳一傳啊 申請PPP beside rent utility and what else suppli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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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lies equipment不行啊 supplies和equipment不行 有 幫員工買的醫療保險可以啊 1099可以 交裡面 周裡面交的稅也可以 但有一個稅不能發到裡面 就是 聯包 事業保險稅 這個新法案做了一些修改 這個稅呢 不能算到裡面 現在員工申請失業保險 老闆也會受到政府公務的信 對 是沒錯 沒錯沒錯 是是是 他要核實一下 這個員工是不是真的失業了 對對對 那你不能是隨隨便便去 去 去 你說你失業了 那老闆說 我我我現在 我我外賣店 我一個星期還要開啊 這個這個你要你要你要誠實一點 要誠實一點啊 誠實一點 會會收到的 也許他寄到你會計師那邊去 可能他寄到你會計師樓去了 你會計師樓要不不 要不給他 不給政府說一聲的話 就把員工的這個失業保險會取掉 好嗎 我的講座等一會我會弄成YouTube 發給大家 然後到處給我去推廣一下好嗎 你們朋友 這個都讓他們聽一聽吧 不然的話 這個我們中國人要團結在一起 這個在災難面前 我們一定要去互相 我們有些啊這個 有些中國人有個不好的習慣 好的東西從來不分享 你知道嗎 這個不好 這個不好 像我們這個 免費的每天 給大家準備這麼多產量 像我做一次講座 我要準備大概五到六個小時 我一大早六點鐘起來 就查資料 所以我希望大家 把我的這個東西給我宣傳宣傳 好嗎 If a person 把 medical insurance 把 themselves have reimbursed 這個開始公司的政策了 這個公司的政策 這個東西 老闆說了算 政府沒有要求 政府的要求呢 在員工超過50人以上 必須要有醫療保險 50以下 你說了算 你說給就給 你說不給就不給 好嗎 沒有規定啊 我們要說這個 有的員工牛紅紅的說 老闆不給我提供醫療保險 我去告他 你告誰呢 誰理你 老闆說了算 這美國 這個不好的東西呢 大家知道 員工是老大 老闆 老闆這個地位很低的在美國 動不動 用員工去告老闆 一告一個種 呃 員工 老闆虧死了 這麼說 我一包的西班牙的那個 犯罪團夥啊 犯罪團夥 到處去 在這個店打工打兩天 在那個地方打三天 結果呢 這個 告 就跟律師聯合起來 去告老闆 一告一個種 一告一個種 結果弄下來是 全是一個犯罪團夥 你懂嗎 故意在你店裡面 去打工打幾天 以後 什麼原因 這個 不來了 就勞工局一個電話 勞工局 你知道 大家知道勞工局 什麼樣的人嗎 勞工局 全是一些一包的退伍軍人 沒什麼文化 這個 就是真正的土豪 你 怎麼樣 怎麼 經常威脅你 這個 稅務局啊 他不會威脅你 勞工局 這把子 土豹子啊 我打交道打了 將近二十年了 對他們的習性 我很 我很熟悉的 你不聽老子的話 老子把你關起來 什麼 他們可以這樣跟你說話 但是 稅務局 移民局不能說這個話 因為勞工局 全是那個 勞工局全是退伍軍人 海外戰爭 什麼伊拉克戰爭 那些退伍軍人 這些人啊 退轉業以後呢 政府為了照顧他們 給他找一個工作 他們的文化程度都不太高 動不動 把你怎麼樣 牛轟轟的 你這個 不聽我的話 要把你關起來 什麼 這個 這個 我們才不怕他 中國 我在這 跟政府打了幾十 二十年的交道 我理都不理他 他說話 得有證據 所以請大家不要 不要怕他 我們是納稅人 我們交了很多稅 該我們想說的 我們一分都不少 大家知道 納稅人的權利裡面 第三條怎麼說的嗎 第三條說的很清楚 不多付一分錢的稅 該我們付十塊就付十塊 多一分錢都不付 這是這個納稅人權利裡面的第三條 我希望大家有世界去看一下 納稅人一共十條權利的 他不能把你怎麼樣 不能把你怎麼樣 不要有壓力 我們要去 正規做 但是真正政府要調查你 什麼 把這個看待 不要認為是天塌下來 或者是 世界的末日到了 什麼時候 這個這個 我有幾個 我有幾個福州的老闆 在心裡很好 老子偷渡 我在船上坐了幾個月 怕你幹什麼 有這種心理才可以 請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這個收個政府的信 嚇得要死 叫也睡不著 飯也吃不下 我經常碰到 我說你怕個鳥 怕什麼 有什麼好怕的 你是納稅人 你該交的錢你交了 你有什麼好怕的 不用怕 這個政府 他也是做他的工作 好不好 我沒做違法的事情 他能幫你怎麼樣呢 我們中國人這 這這這 很怕 政府來個心理就嚇死了 這這這這 這就沒必要嘛 這就沒必要 這個琳達說 做家教 因為疫情不能教課 可以申請 當然可以了 當然可以 琳達完全可以申請 你需要申請的話 找我們 我們才收100塊錢的服務費 這個完全是給大家服務的 一系列的問題 這個幫你拿 26個星期 最多的可以延到37個星期 所以這個性價比很高的 性價比特別高的 好了 那就這樣子吧 今天我們就到此 希望大家 把我的視頻給我傳一傳吧 好嗎 我這個準備這麼多以後呢 呃 申請以後有的員工走了 新招的可以嗎 可以啊 當然可以 到1099的運作也可以嗎 呃 盡量是W2的 以前W2的是多少 就是W2 好嗎 一定 它的要求不能低於75% 以前有10個員工 你現在不能 不能 不能再只有6個 那不行 你如果你的這個員工的數量 低於20% 降低於75%的話 你那個PPP申請了 這也要 有些錢要退還給政府 啊 所以這個問題 大家可以啊 了解一下啊 哎 沒問題啊 沒問題我們就 今天就到此了啊 謝謝大家 明天再見啊 明天啊 是一個很大的講座啊 這個明天我們是跟中國 跟美國的最大的一個參觀協會 叫中餐通訊 跟他們合稿的啊 希望大家明天來參加一些 明天專門給參觀行業 這個 明天有很多人啊 幾百人 是嗎 謝謝大家